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争议 越烧越烈 这背后是否有美国在背后 里应外合指使菲律宾呢 来看到最新的菲律宾也证实了 美国已经开始着手的进行一项 是由美国来出资 在菲律宾的最北端面朝 台湾的部分不到200公里的 我们来看到这边 巴丹群岛省 刚刚说的距离台湾非常的近 只有不到200公里的一个距离 要来盖民用的港口的计划 好 这个岛我们刚刚已经讲说了 临近台湾在台海的情势上 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那么菲律宾的官员表示 这一次建港目的是在台海危机发生 一旦台湾有事实 可以来应接在台湾的 这一些菲律宾的移工们 好 接下来美国陆军也已经规划了 接下来会在4月份的时候 就会抵达并且探讨在 民用港的这个相关事宜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岛 离台湾这么的近 我以为你怎么看这个岛 目前的这个建设 巴丹岛里面最大的岛 应该是个群岛 最大的岛叫亚美岛 他在亚美岛上面准备做这个港口 他当然先讲民用港口 那他设备 民用港口的设备跟军用港口的设备 真的是不一样 可是不表示民用港口 在战争时不能转为军用港口 这两码之势 这些讲的理由是说 我要从台湾 如果大陆打台湾 我要从台湾撤退 十几万的菲律宾移工的时候 很方便 这个当然会发挥功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港口将是距离高雄 最近的港口 而菲律宾移工 大部分有一部分基础在北部桃源 有一部分基础在高雄台南 所以从高雄台南撤退的话 撤侨 撤供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比到马尼拉 其他港口会近很多 可是要撤侨是你菲律宾出钱来盖 怎么美国出钱来盖 这叫做预盖弥彰 就是美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 转型军用港口来使用 那你说军用港口在这边有什么用处 第一个军用港口 它现在有一种所谓的叫做 这个所谓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平海舰 那个叫什么 滨海那个叫做 基地战 基地舰 就是基地舰 叫做base什么ship之类的 那个东西就很适合停在这里 那种舰虽然不能停什么太大型的飞机 但是战斗直升机可以 然后无人艇可以 然后战斗直升无人机也可以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 F-35B 随时升降的也可以 所以只要把它开到这边来讲 它对于控制巴士海峡 是有军力增长的作用 你看解放军动不动都经过巴士海峡 要反潜 因为美国的潜水艇动不动都要经过这个到南海去 解放军在那边做反潜作业 然后解放军要做什么 做这个防空作为 因为如果说美国防空母舰要经过这里的话 解放军也要在这边采取相对对峙的行动 如果有巴丹岛多了一个港口 可以让美国的基地舰可以禁足的话 当然太大型的军舰这个港口也不适合 比如说万顿大区等等 但是基地舰可以 所以美国算准 我说海军陆战队要用的时候 比如说要进入这个屏东的话 要支持九屏基地的话 我这个离九屏基地最近 除了你解放军开了航空母舰在旁边 那我小舰对你大舰 当然我以下士对上士 除了你用导弹来打航空母舰 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是一个很适用的 那巴丹群岛省的省长 因为巴丹群岛好多个岛 所以构成了一个叫省 这位这个省长 他讲的是台面上的理由 我们就是要做这个用 所以你解放军也不能说什么 除了解放军说你不打台湾 那我当然不必做 你可能打台湾 我当然就可以这么做 而且是保护我自己的国民 在各种道德上 国际上都讲得通 所以你说大陆讲说 这菲律宾理应坏核在制造南海黑洞 这没什么好紧张 为什么 南海的争议除了菲律宾以外 其他国家都没有意见 那菲律宾就是美国故意挑事 要来破坏南海行为准则 让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运作上 产生很大的困难 而且他挑两个岛 一个叫黄岩岛 一个叫The Nile 为什么挑这两个 这两个早就有争议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架着 因为以前大陆说 没有去处理这两个问题 那拖到习近平时代 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刚好是众美对焦的时候 他用小事情来困住你大事情 不过中国大陆现在处理得蛮好的 他还把它当小事情来处理 你要完大的 等到你要完大的东西要来 所以现在就是 我不让你补给舰上来 然后我当你的海警船 我海警船当你海警船 两方面在打国际宣传战 可是国际宣传战 只有美国的舆论 跟菲律宾舆论在那边嗨而已 东南亚舆论没有人理 因为越南根本不当一回事 那其他印尼 马来西亚 就觉得根本就是你美国在制造事端 大家都知道了 那现在争端的不是海域的问题 争端是那两个岛产生争端 可是菲律宾要把它从 这两个岛的争端扩大到说 你这两个岛本来就应该我的 所以整个海域都是我的 所以你不可以来这边补鱼 不可以来这边探勘 不可以来这边采取自然资源 那对这个大陆人也就会比较紧张说 你在制造黑洞 这两个地方是黑洞 让大陆军队不能进去 没有这种事 以现在大陆的海军的实力 它在这边不是问题的 反正美国会疲劳 施劳兵疲 跑得太远了 花费太大了 那中国大陆反而可以以一代劳 针对这个巴丹岛 现在是说是民用 不过接下来可能用军用 大家不知道 而且背后委员刚刚也特别提到 可能中非在之间有一些领域外合 同样的问题 怎么看这个南海目前的状况 我觉得中国学者就这个黑洞 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来破坏诸多的这个领域 比如说中非之间的双边关系 还有就是让这个领域 把相关域外的大国 陆陆续续牵扯过来 我认为它的这个忧虑 那就大陆方面的立场来讲 也确实 而且就现在来讲 正逐渐发生 尤其是我们看到 中非之间的这个关系 经过几次这个岛礁 这种海上这种冲突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那菲律宾国内对于反中 它的力度是正在增加 因此这个菲律宾目前的政府 就是顺便叫停了 许多中国支持的一些基建的项目 显见中非关系在经贸 等等很多领域 都连带受到影响 我认为随着这种菲律宾官方 特别是它只要派船 进入相关海域 它一定是请很多记者 上传捕捉相关的画面 而且巧妙地运用一些画面 用画面来向国际间 打一个它这种 遭到大国欺负这种舆论战 我认为这种氛围对于美国 等等主流媒体 其实是非常受用的 可以在国际上形塑一个 中国大陆大国欺小国 这样的印象 那随着这个国际舆论市场 这个发酵 我认为过去几年 陆陆续进入南海活动的 像澳大利亚 日本 甚至未来可能会有 欧洲相关的国家 陆陆续续进场 然后投入整个南海的争端 这个发展的趋势 是非常清晰的 特别是过去几年 包括北约 包括英国 德国等等 都陆续对南海议题 指手画脚 我认为它的发展趋势 就是整个南海争议的国际化 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避免 继续发展的方向 对于说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不是说像这个黑洞一样 毫无挽回的余地 我认为倒不至于 特别我也非常同意 刚才蔡委员的讲法 就是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 相对比较克制 也因此除了菲律宾 还有西方国家以外 东南亚国家 其实都是抱持一个第三者 持平的立场 也因此我认为 未来必须要观察 就是东南亚相关的国家 在这个立场 是不是会随着形势 而陆续发生变化 这可能才是更为值得关注的部分 是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现在目前还是相对的克制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菲律宾持续的打 这个小国的受害牌 当然对这个美国来说 他们就会觉得说 一起来保护这菲律宾 而且美非他们有签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想请教严老师 你觉得什么时候 美军可能会出手 就是严重到什么时候 才会出手 再来大家也说 接下来今年要美国大选 可能大家不会 美国可能不会想要出手 你怎么看 我想第一个 我们回头去看当年我们台海危机 1958年就是823炮战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就有一个内部的辩论 说这是外岛 这不是台湾 我们跟中华民国有 这个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 但是好像不包括外岛 那我觉得菲律宾到时候 美国会不会说 这个你好像也是外面的岛 不是你这个本土 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菲律宾的本土被美国攻击 那被中国大陆攻击 美国绝对会进去 然后另外菲律宾还要想一个 菲律宾你不是日本 如果今天 是日本 这个岛屿有点争议 真的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美国会停 菲律宾的地位 我觉得跟日本有一段距离 所以菲律宾要去想一想 就是说你到底今天 你如果今天当然对大陆 对你造成威胁 但只要不是攻击你本土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是不会去 在这个时候介入 如果今天只是在你这个 有争议的仁爱交易也好 黄岩岛也好 也好发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 那美国那个只是就是说 继续强化你帮忙你 给你提供一些东西 但真正要介入说 透过这个双边的这个防御的条约 来介入我觉得不可能 是毕竟美国的地位 还是没有这么的高 委员怎么看 对不起 菲律宾的地位 还是没有日本的这么高 委员怎么看 所以除了美国之外 他还会找其他的国家 来协同帮忙 那他过去一年 我们也统计了 他和18个国家签署 也酝酿了这些新的安全协议 一起要来对抗中国大陆 你觉得这个效果如何 效果不会很好 因为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说 我拉拢所有可以帮我的忙 如果哪一天跟中国大陆冲突的话 他们都会战期来停我 那很多都是美国在外面操作 什么日本 韩国 就是美国在外面操作了 那这些人真的敢来吗 不敢来 有没有能力来 也没有能力来 你说好吧 讲好了英国军舰要来 德国军舰要来 你真的敢来吗 老弟你用什么样 你换一换你用什么样 因为南海的每一个地点 只要你出现大型军舰 中国导弹只要不打 一打一定中 中一定成 他们没有办法 防护论超高音速的导弹 中国有没有 有啊 所以他不敢去挑衅 他只能来包含示威游行 你知道吗 很多那种黑道打架 都是有些小弟 只敢在后面跟着去 街道绕一圈 真的打架他就先跑了嘛 那这个澳洲是这种角色 英国 德国都是这种角色 所以有国际宣传这样的效果 刚刚基文英雄讲的 就是拍拍照片给大家做宣传 哎呀你我们支持你啊 但是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大家先跑啊 这是很正常的 那中国会不会在这边呢 我竟然形容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架构是什么 雄而不霸 就是我告诉你我实力很坚强 你不要挑衅我 那我也有个底线 我基本上也不会去欺负你 你要受造我欺负你了 很明显啊 你看两艘海警船在碰触的时候 他都故意无人机在上面拍照给你看啊 所以你效果就很有限嘛 那其他国家看一看 明明你菲律宾 违背国际海上必状规则 什么叫国际海上必状规则 有一条船叫优先船 我们优先船我们叫 优先船 那有一张船叫做要什么 要这个避状船 避状船我们叫 give way vessel 什么意思 我靠近陆地的 我可以直接执行走 你靠远离陆地的 你必须要避开来 那中国的船就明明靠近那个什么 岛礁的内部嘛 所以要避状的是谁 有义务避状的是谁 菲律宾嘛 碰瓷啦 对嘛 菲律宾碰瓷啦 就是我合法的可以执行 因为我是靠岸的 这是国际的规则 联合国通过 1972年都通过了 不是新东西 那我明明我是靠岸边的 你是外面 你要过来 你要让我 你要等我走或者 或者我即使不走 我故意挡你 你也等乖乖的不能过来 等我走过 我当然故意不让他进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根据避状规则 菲律宾就输在前面了嘛 所以他讲 你撞我我撞你 问题不是谁撞谁啊 比如举个例子 我在高速公路上 我走内线 那你偏偏从外线 你要坐进来 那我不让你过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是有优先通行权利嘛 你要换到的人 你怎么 你只能乖乖的 鼻子乖乖在旁边平行嘛 这个是基本规则 那美国不是讲说 以规则 以什么规则为主的 什么国际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嘛 怎么现在不讲规则啦 所以对于这个 大陆在操作这个 它很谨慎 你海警船我的海警船去 你渔船来我的渔船去 然后你补籍船来 我就渔舰船去 渔舰船根本就没有武力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运作结果 他就反正 哎呀我就长期跟你耗嘛 看你能耗多久 因为大陆耗一件事情 他知道 真正的目的是 马可 小马可是想要修改 菲律宾宪法 可以竞选连任 这是重点 所以他必须散动 这个内部的这个情绪 然后亲中派是杜特地这些人 然后要压制亲中派 不让亲中派的挑衅 他的修宪延长任期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要跟中国对垒 然后让亲中派的人没有话讲 让他修宪能够通过 中国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修宪通过 你下一任 当起菲律宾总统 你会玩这个游戏吗 基本上不会 因为他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了 那第二个 就是说万一你没有修宪通过 你下台了 我根本就不用理你了 所以这政治算计 多于真正的海上的问题 是 谢谢委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中之争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前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